最后就是甜点的食物 我们今天的甜点是爆炮卷 这个口味是台湾乌龙 是由查理布朗烘培房跟游玩市集 帮华山基金会是照顾有居老人的基金会 在幕环的一个特别的张篮 只有这里才买得到这个口味 就是有很淡的茶香 然后不会很便宜 茶香配什么种 我觉得就要来一个也很特别的 它叫马德拉酒 马德拉酒 没听过对不对 没有 马德拉酒 它不是从一到一来 但是从葡萄牙 葡萄牙 葡萄牙也是在欧洲 它是所谓的嘉烈葡萄酒 嘉烈的意思就是 葡萄牙采生之后发酵的过程中 它加了高酒精露的酒精 让它停止发酵 待会我会喝到它甜甜的 是它葡萄本身的甜味 而不是加糖进去 所以它的酒精露 是第一般的葡萄酒糕点 你喜欢的那支气泡是8分 你这支是19分 所以我们就要换成小杯的 你也怕我醉了 不能用太一大杯 谁吃过爆酒吗 这个就是乌龙的 乌龙的 乌龙的 打爆酒 那我帮你倒一边 马迪拉 昨天很跌 但是我好像那个香气就没出现了 听说它是有生命之种 我们刚刚讲说 马德拉它是从葡萄牙 嗯 葡萄牙在15-16世纪的时候 是不是很强盛 世代大航海时代 马德拉它是一个小岛 长得其实跟台湾很像 它像是躺着的台湾 那时候马德拉有很多的葡萄 他们就会把葡萄酒 要载到殖民地去卖 在15世纪是不是没有人家 没有啊 那葡萄酒可能就是经不起 这么长途发射 所以他们就 马酒进入提招 它就会比较稳定 所以不只为了好喝 最为良保存 保存 就是像波特、雪莉 都是这一类型的所谓的嘉烈葡萄酒 那个时候马德拉就是载到国外去卖 载到殖民地去卖 没有卖完 它又会载回来 那这一来一回 是不是可能经过了好多个月 可能甚至大半年 因为以前的船期很长 载回来这个过程当中 它还是在船舱里面很热的 他们载回来之后 再喝就发现 经过这么长途发射 然后又因为受热 它的味道改变 变得有一点像 所谓的哨子 有一点热到的味道 有一点那种焦糖啊 咖啡 蜂蜜的香味 是所谓热熟成的味道 这样的酒 经过加烈 然后又经过加热 到大概四五十度之后 它会产生这样子 氧化的味道很有趣 这开瓶之后 它就很坚强 完全不会再变化炖 所以那时候英国人就很喜欢这样的酒 就叫它immoral 在莎士比亚很多的著作里面都讲过这样 美国像他们那个开国的写独立宣言的人 其实也是在喝马德拉酒 对 他就是在喝马德拉酒 被热过了 被氧化了 他也 随便放眼 对 他就不死了 所以他们叫它immoral 所以他就永生不死的酒 他甚至可以放到 十年 不同的成年年份 这个刚刚第一支是成年三年的 这是成年五年的 那这一支呢 1996年 是单一年份 因为不同的成年年份 香气口感也会不一样 这个台湾乌龙 它真的不是特别甜 这是苦苦的 然后有一点香气 然后这一支鱼木的马德拉 它就是有一点点的焦糖的香气 然后它的酒精感 可以把那个茶香又再提出 我觉得它搭这个马德拉 是很合适的 所以我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 你说很搭配 但是你刚刚说 它有些咖啡的 咖啡的香气 就跟我平常在喝咖啡 喝咖啡的一块 其实是一样 很类似的 然后杰亚里面 配着它 真的不知道怎么才可以 好意思 所以后遇到烤鸡了 很多人排队在买 我的女儿也很喜欢吃 查理布朗的水嫩细贝果 就是它很软 不像一般水嫩的意思是什么呢 很Q的 比较很Q的 真的是稀稀的 我们今天的口味是什么 巧克力花生 搭一个年份比较成年比较久 那这一支是成年比较 因为巧克力跟花生它的糖分又更高 像刚刚的那个茶香很细致 我觉得这一支可以来试试看 它的成年时间啊 它的香气 濃郁度跟甜度都比较 都比较强烈 因为它统成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它会有一些烟熏啊 然后一些坚果 嗯 坚果的味道 一些坚果额桃的香气 所以我觉得它跟巧克力 跟它里面的花生 其实还蛮搭配的 所以我们吃东西 如果味道重一点的时候 喝了酒就要重一点 去压过它 因为比较重口味的食物 太轻的酒 你会觉得它重量不够 以前没想过 这个小朋友吃的东西 也可以搭葡萄酒 我要试一试这支 好 你的 25年 25年 也是 更浓郁了 更浓郁了 其实 它很久 但是我觉得是比较热 热 不是越放酒越烈 不是不是 就是越顺 对 这个不吃东西 去品价也是很棒 也很棒 这些酒都很酱都很少 有喝完一杯 我们今天喝了十来支吧 十来支 十多杯 也吃了很多东西 所以今天的考试 我有通过吗 应该是高财胜的 谢谢 满身过关 所以下次有人问你 台菜 台湾小吃可以搭葡萄酒吗 台湾小吃 绝对可以搭了 非常多的 很好的意大利酒 对 绝对是 苦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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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多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